通常西貢的山是比較恐怖的 其實很多山都比較恐怖 因為山上有很多樹林 太陽其實無法射到下面的位置 我親身的經歷告訴你們 很多樹下,例如玉樹頭公園 很多大樹下,如果不太觸碰陽光的木 其實經常會有靈體站在那裡 那他們容易在那裡吸收 比較容易站在那裡,可能站在那裡寄居 山溪之類的,我覺得是挺多的 不過西貢結界傳聞比較多 西貢山,藍石芝那類比較多 對 因為在說這些救人的事情 昨晚出現了一張疑似懷疑的靈異照 給大家看看 也是跟行山有關的事件 昨晚看到這張疑似的一個伯伯 被警察揹下來了 救他沒事的 但這張照片出現了一個 大家會覺得很古怪的一件事件 為何阿伯後面多了一隻腳呢 對 昨晚懷疑是否靈異照片 因為剛剛收到而已 沒有什麼資料 不過昨晚一位嘉賓 高龍人士,通行人 Kathy已經說了 她說我看不到有怪兆這張疑似的照片 她覺得不是靈異的 她只是覺得阿伯應該是右腳有問題 身體有問題 她說我感覺不到是靈異事件 今天就是水落石出了 因為找到另一個鏡頭拍下去的照片 這個呢 就可以告訴大家 原來是有人的親後面 看到嗎 中間原來有一個拯救隊伍的朋友在後面 很明顯那隻腳應該是她 就是這樣 有時候角度的東西就是這麼古怪 你不可能 神高神大 但是之前那張照片 你見不到那個人在中間的 剛剛才 又是那些 躲在後面蹲下收拾東西的那些 可能是 突然是 尿鼻屎一樣 因為照一尾就見不到她 看到她的腳 所以大家就懷疑 會不會是靈異照片 所以昨晚各位嘉賓就說 不是靈異 感覺不到 今晚就證實了 是一張 沒有靈異成分的照片 因為其實昨天我看你的節目 也看到你 我也看到這張照片 其實我昨天那一刻也覺得 那隻腳太實 是的 太實在 很實在 太實看 只不過我們覺得 為何 真的沒有了一個人 剛剛遮蓋了 還有她有個影 她有個影 對 另外那邊你會看到她有個影 所以我昨天看到 是多了那隻腳 但是我當時也估計 有機會在那裡 今天我剛才臨上來也看到 對 好 那我告訴大家 總之都是那句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這些事情 都要說回 讓大家知道 不是一張靈異的照片 這樣 說說這些拯救隊伍 你也有一件事 都會跟這些拯救隊伍 他們的 是否叫靈異 或者原來傳說之中 有什麼出現了 好像說他們要留意 是嗎 即是跟水景有關系 關於什麼 應該這樣說 其實我想很多我們大家的聽眾 都應該知道 新娘潭這個地方 是挺有名的 是的 如果我自己有 因為我也有做過之後收集 其實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說 那個新娘有四個腳夫 載她去出嫁的時間 在新娘潭那個位置 就遇到三門步伐 所以她變成一個惡靈 對 而另一個版本 就說 好像是 那個新娘本身 其實她是一個心上人 但是因為她的父母 逼她出嫁 她去到那個位置 就殉情 表示自己的忠貞 不知是誰對 對 不要理會這個傳說 但在實際上 我覺得這個地方 不知道是因為地勢的問題 還是是 她真的受到詛咒 我想如果你們看新聞都知道 其實新娘潭這個位置 就是經常性發生車禍 我覺得自己覺得 比較 我覺得太巧合的 就是 2012年那一年 其實那個地方死了12個人 而另一個單是 2013年和2015年分別 有一個20歲的男生 拿著一個同品牌 都是紅色的 後來我有朋友 偵查這件事 她說 其實她們都覺得很恐怖 就是 連受重傷的位置 其實都是一樣 她簡直是一出一入 是 同一個位置 沒錯 而且死者的身上 受重傷的位置 其實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這樣就可怕了 如果我自己來說 其實我都試過 這個地方我不是經常去 因為我自己本身 比較懶惰 我不太喜歡行山 我第一次去 或者唯一一次去過 就是我中學的時間 我的地里亞Sir 就帶了我們去新涼潭 做一個考察 在考察到新涼潭的位置 我們有男同學 有女同學 其中有四個男同學 因為行山行得很熱 去到那個位置 好像瘋了 跳到水玩 其實去到那時候 他們三個男生 四個男生 其中有一個是比較瘦 其實當他們玩了一陣間 其實我已經看到 在水下 有一雙人頭 在水下浮上來 如果搞笑一點 我覺得好像鯊魚 一個男一個女的人頭 他們正向我四個朋友的方向 走過 但很清楚嗎 我知道他們是零 因為感覺不同 面目是比較模糊 跟人有些不同 然後當他們差不多去到我朋友 其實我一看到 我已經立刻叫 我已經說 你上來吧 不要玩 很危險 有人上來 但其實你年輕人 玩得很開心 坐在那裡 他們根本沒有理會我 就繼續玩 到其中一個頭 已經達到他們的地步 我就見其中最瘦的男生 是無端端 他們的地方很淺水 不過空口 可能是腰高一點 他們的地方很少 他們的地方很少 那個很瘦的男生 就突然好像跪了去 那個壇 那個位置 另外那三個男生 看到 其實已經立刻 扯他上來 但他們三個怎樣扯都扯不起 後來 因為我們當時的地里亞Sir 有一隻腳是傷殘的 所以他唯有 立刻叫我們其他男學生 過去幫忙 結果多了三個男同學 下水 總共六個人 才可以拉起很瘦的男生 這麼厲害? 可能濕了水管 會重的嗎? 即是不知道 他不是 他受到好像電影 比螳螂拳的感受 所以應該不是 不會 最主要就是 當拉了他上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的腳 即小腿的位置 有三條很明顯的爪痕 而他附近真的沒有任何石頭 而我所知 去到他畢業的時候 其實都看了很多醫生 那三條爪痕 其實一直都沒有退 而且他的腳一直都不斷 這麼慘? 因為通常這些都 過了一段時間就會沒有 所以鬼爪 因為我那次 基本上是走完 不久之後我就畢業 我不知道他之後會不會好 直到我畢業前 他就沒有好 而我爸爸的另外一個朋友 現在他已經過了生 他是一個退休的水警 他也有跟我們分享過 因為他以前都會跟我們去露營 他跟我們分享過 當他們有時做海上巡邏 可能是洗經西貢 或是吐露港外面的海域 因為他自己本身也有看到靈界 他說他們試過幾次 只要他那次在船尾 看到一個紅色山長頭髮的女人 站在船尾 第二天通常都會找到浮屍 那麼有趣 好像有提示 即是靈體出現 之後就會找到浮屍 是的 那個海域就會找到 還有他也有說過 因為他們一看到 他們必須要撈屍體上來的船 他們說真的逢七月 撈上來的屍體 很多時候的左腳或右腳位置 都會有不知名的乳痕 當然他們只能當作被船尾打中 還有他們留意過 有一個更奇怪的情況 如果剛好那段時間 他們找到藍絲 下一次也會找到藍絲 反過來也是一樣 剛好那段時間 他們就說會是這樣 即是一不離二 二不離三的情況 是的 所以他們老一輩 他們都會相信有水鬼 或者是有爪交替 或者是鬼蚊 那他們說看到那個女鬼 是同一個女鬼 還是不同的 知道嗎 他說都是那個 總之都是那個 一個長頭髮 紅衣 一個背影 他永遠都看到他的背影 只要看到那個背影 那個海域都會找到浮屍 那可能這一個 是一路保護船那個 因為他可能知道 你明天要做事 他會找到的 他會長期在船上 八西瓜 是嗎 可能那些 給他提示給你們 明天就會找到東西 所以 又不是要害他 這些不是的 因為我也覺得是 其實如果他要害他 那就是你們救人的時間出事 其實他們就說沒有 是的 噢這樣 哇 大家已經覺得很好聽了 那怎麼辦 總有一瓣子 那怎麼辦 一起看嗎 哈哈哈哈 一起開著他 就是幫幫收視 希望總有一瓣子 直播時間 都四五點 希望 幫幫忙 這樣 那比比都叫你的粉絲 一起看吧 我是叫他來幫我撞膽 因為我知道要看到你 很緊張 很緊張 啊 我們見過面的 電視那次也見過面 但也是緊張 不用緊張 今天晚上呢 阿比比 因為知道要說這些靈異事件 又不可以重複電視那些 所以準備了一些是不會重複的 有一個獨家未披露過的 是 是嗎 現在說 還是你要扔下收費 哈哈哈哈 他很喜歡那些嘉賓 他完全知道玩法是怎樣的 好啊 那先收費吧 沒有收費 好嗎 不如現在做幾分鐘 行動一下吧 哈哈哈哈 可以嗎 都可以的 他行動起來都好聽 因為他說話真的很好聽 你不是做銷售或者說話的嗎 我本身做客戶服務的 哦 這樣也要啦 即是說 那聲音都賺錢 哈哈 那行了 完全放心 好了 那來多一個先 如果你說我自己的小生涯 其實很多時候我想說 我有時候也想帶個訊息出來 就是不要每次都以為 看到他們其實很恐怖 或者是他們會害你 其實我自己也見過很多次很多次 如果他真的要害你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你們前世 有一些問題拉下來 如果你說我最近比較感慨一點 就是我以前公司的舊子 其實就在炮台山 我自己一向都有一個習慣 你當我是一個小習慣 如果我那天不趕時間 而我剛好看到一些落單了的老人家 有些老人家已經老了 腰骨已經關了 對 有時候我如果不趕時間 我很多時候都會偷偷地護送他們一段路 尤其是下雨 我會護送他們一段路 直到我看到有人接應他 或者有人送他回家 然後我以前上班的時間 其實我每天的路 都會見到一個婆婆 就是這樣的造型 她那時都九十多歲 我很多時候都會偷偷地護送她 直到有一天 因為老人家的警戒性會很高 如果你突然走過去 對她虛寒問亂 其實她會害怕 所以我反而就是暗地看看 有沒有幫忙 剛好那次我跟到她後面的時間 她就在我公司正門那裡跌倒 她跌倒之後 大廈當然會幫你叫白車 她就不肯 我走過去 你有原因 我就走過去 婆婆你怎樣 因為她那時就跌到頭上 有很大的樓 我就說婆婆你怎樣 婆婆就在袋裡 我說如果不報警 你住哪裡 我送你回去 她在袋裡 拿了一個殘舊的電話簿 上面寫著兒子的電話 其實我也挺生氣的 因為我打給她兒子的時間 她最初以為我是客人 她很客氣的 但後來我告訴她 我問她是誰的兒子 我說你媽媽在我們公司門口跌倒 那你幫我送她去後面街的老人院 一樓 即是完全沒有關心過 沒有 後來我知道婆婆 就住在我公司後面街 兩條街的老人院 我就有空 會去拿蛋糕 找她 我在她口中知道 其實她老公已經離開了 她的兒子 她老公和她以前很辛苦 存錢買了一間小堂樓 後來政府收樓 她的兒子押了她 賣了一層樓 之後 就一直送她去老人院 嘩 這樣嗎 就是媽媽離開 自己要層樓住 對 她要了一筆錢 她不是要層樓 然後她媽媽還很自嘲 跟我說 這個老人院我住得最久 有一年 我公司快要搬 一年三十萬 我再去探望她 我婆婆 因為我公司要搬 我說我以後可能離得疏 那次她就給了一封離視我 她就說 你下次來可能見不到我 很難再見 我聽了這句 其實我心中也知道 如果下次見老人家 一個星期和年輕人不同 結果我剛好搬完公司 真的很忙 我隔了兩個月後 才抽到一個星期六 去探望她 我買了白糖膏 一出地鐵 我便看到婆婆的靈體 又是彎著腰 走那條路回到老人院 但已經是靈體 已經是靈體 很明顯 因為已經虛虛實實 我已經知道 她是見不到我跟著她的 我一直哭 就一直跟著她後面 去到老人院樓下 其實她不見了 我便走上去老人院 因為那些姑娘都知道 我經常來探望婆婆 我便問她 我說婆婆何時離開 她說 上次你年三十晚見完她 那個年初一她便離開了 其實她自己有些預知能力 我覺得是 那一刻我去問完後 我便看到婆婆站在她的床位 原來她的兒子 一直都說沒有時間 繼續給租金 但不清婆婆的東西 那些東西便被拆掉 婆婆便進入我 進入她的床位 指著她的床底有個膠袋 她積了一條手織的空頸巾給我 因為我有一次探望她 那時我說我很冷 她積了一條空頸巾給我 而且她在上面 寫了你嗎 第一次真的 我教了她寫ABC 然後她在那裡寫著 Cup BB 然後她送給我 她便不見了 其實有時候 我想說 都會有溫情 我相信你這件事說過很多次了 還沒說過 有寫過出來 但我還沒說過 你還沒說過嗎 難怪有人知道 這件事很感動 我以為你說過很多次 如果你說過這麼多次 你今天還有眼淚 即是這件事一定很感動 應該會感慨 會感慨 因為我經常都很想 帶個訊息出來 你今天這樣對你的爸爸媽媽 其實你將來的兒子都這樣對你 可能她已經預料了 我經常都會想說 其實我們有一天都會老 即可不可以不要 去坐響完老人家旗盛 之後就丟到她一邊 即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 我更加想到 其實兒子不會拜她 我後來知道 是沒有人幫她拜她 是老人院那裡 那些姑娘好心地幫她 但她也沒有位 以我所知 她是在花園上殺了骨灰 就算了 兒子其實一直沒有出現過 嗯 即是大藥不到 這些 總有她自己的葉 這些都是一個葉 對不對 她自己一定會受回 嗯 唉 都證實了 靈體 真的有時候 根本跟人一樣 是 她生前也是人 沒錯 你對她很需要 她一定會給你一些 一些 感情 想做的事 嗯 很感動 這件事真的是 洋蔥 哈哈哈哈 唉 不要令情緒這麼低 OK的 開心一點 OK的 OK的 給點東西看 好謝謝 喜不喜歡打牌 很壞 哈哈哈哈 立刻我把你翻轉 喂 耍一下 喂 我們這裡有少少 預告一下 是不是 打的?喜不喜歡打 打的 有是嗎 有 不要被發現牌品不好 台灣牌 對嗎 會打不會計算 可以的 很容易計 我們這副 十三周年的恐怖在線 紀念麻醬 已經上架了 是的 1988 這個價錢 因為現在買的麻醬很貴 是 起碼是一千一二元 最少 因為現在越來越少人 購買這些麻醬 是的 所以一個主題的設計 更加有成本 所以 去到這個價錢 我也覺得 盡量 希望大家都消費到 如果真的的話 希望都會支持 要做到一顆 不是十負二十負 這麼簡單 就有 通常做這些 都要一大顆才幫你做 嗯 我們問過廠 至少一百 或者一百二 就會做到 才可以 起動到這條船 暫時來說 我們買了幾天 都買了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是的 真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都想看完的話 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 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這個月費計劃 聲音是三十元 視像是四十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五十元 至於說 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看哪集 就買哪集 都是可以的 下落我們 BIGBIG AIR的手機APP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集 就買Cons看 所以希望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護員 你會看得最多最恐怖的個案